整个外国特级感受制老大人 整天靠在家里影响到我们人的身体健康 晚上去金贵 特别策略南岛官国庄定 1990个月特级感受制中价 来到日月谈散步出头 告白这准出去有过 为这将近200个老大人 是生得很快乐 当时也大家登记照顾 正确的进行 中部的第一次来到 向山幽客中心 不断赞坛一些贪的经济实在有九岁 仍后就来到水下买头坐油天 在专顿享受美景 以及让美丙脆的舒适感受 让老大人都相当欢喜 也好上任务感情 让华山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是相当安慰 这在头上很欢喜 以前我也是不来过 不怕有这条路 老火的人都不怕 跟这人一起吃吃吃吃 看个环境 玩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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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很紧张 这样 这还要控制更好 这还要做步骤 文章 还要看一些谈 心情很好 并认识这些老大人 故随因为身体和这些经济因素 无法到出外走走看看 他们出华山基金会 担着最近天气转量 特别扎到中间200个月的独家 就是中部 赞来和地面的一些谈来教育 希望促进中部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因为南投县很多长辈 因为平常独居很少出来 那我们会利用春秋交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 带他们出来 那也是完成他们一些他们的梦想 那有些长辈甚至于说可能在南投县居住了一辈子 他都还没来过日月坛 那特别是向山活动中心这两年 做得非常的漂亮 也希望说他们能够来日月坛 也能来看看我们就外面的这个社会 然后能让他们更开心一点 南投馆的华山基金会有13的社区爱心天才站 每天都点点照顾 这些人需要大家来关心的老大人 除了欢迎鄉亲最会来加价 也很需要社会代仲拥有来镜样 有钱出钱来支持照顾老人的爱心行动 记得渐算参考不出